到底是防疫旅館的錯 還是你們幸福消防災疫那邊的問題 要告訴我 可以嗎 秘書給個時辰 不要把死都推給消防局那邊啦 給個時辰 給個跨局所說明會的時辰 什麼時候要演你出來 什麼時候召開 現場給個時辰 沒辦法確定什麼時候召開 什麼時候演你出來 給這些家屬交代 要我不要開 什麼時候可以給答案 什麼時候可以給答案嗎 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 人家那個這個 對 根本說 我們在裡面可以 我們在那裡的 他就 他的一盤 他就變得了 總好 你怎麼賣 怎麼賣 來 等一下 司法調查 歸司法調查 行政調查 你有立地方自治的權利 有不可以啦 但他就說 這個時間要給我們 我們不聊 一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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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喔 沒有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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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快要兩個月了呢 還要多久 還要多久 所以出國回來要住防疫旅館 你們縣服又沒有第二間旅館可以給他們選 就讓他選那一間 他還猜天了 他差不了一天就要回家了 可是他到現在都還回不了家 你知道嗎 你們到底誰要回家了 我要是真相的 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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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麼人 你願意幫我 跟現場說嗎 告訴他 我想要一個真相 好不好 好 你要讓他知道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是怎麼沒人 他一通電話的說法 我快不了分析了 你們 拜託你們 你們告訴我 真相好不好 殺死我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你們知道這是他一個家 他就只要一天一個 他只要一百十分鐘 大了就開心 哪一個家 哪一個家 我們都不知道 要真相 要改革 要改革 要真相 要真相 要改革 要改革 不願意來召開這樣子的跨局處協調會 逼得我們在昨天必須在 我們的辦公室裡面召開邀請各局處來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們看到 各局處不願意來出席 那有各種理由 然後也是因為說什麼 高層 不願意批准他們出席 那我們也看到說 今天縣府這樣的態度 實在是令人遺憾 那我們也希望說 今天縣府 能夠來傾聽我們今天 在縣府前面 我們這些團體 我們這些人民的聲音 可到現在 已經七一四十九天了 滿肌肉做完了 我們縣政府在幹嘛 一句偵查不公開 就一直在阻擋 讓大眾讓家屬有知道更多的權益 那我們今天 請問一下縣長室或者是秘書長室有沒有代表來到現場 不要再拿消防局的秘書出來擋好不好 請縣長室或秘書長室派人下來 全部都去議會 我等一下走回去議會 如果沒有全部在那邊怎麼辦 主任主任主任 主任主任 縣政府用這個態度 我不是針對你 我不是針對消防局 我針對是縣政府啊 已經發生這樣的事情 民眾在辦公室 你局務長不願意來 今天民眾都到了縣府 縣政府前面 一句說 所有人都在議會 今天在議會辦活動我們也知道 十點所以我們錯開 十點半來這裡辦記者會 現在已經十點五十了 我們上到縣政府在躲什麼 沒關係 你不開跨局處檢討會 你不開協調會 沒關係 你縣長不做 我們議員來幫你做 來幫彰化憲民來把關 很可惜的是 當天一個局處長 不要說局處長 科長 科員 承辦 沒有任何一個人到場 其實我們在會議的前一天 就有打電話去問了 得到的答案 大部分都是 上頭還沒核准 去國會美縣長你在躲什麼 你在保護誰 有什麼不能講的嗎 所以我們今天 家屬也帶著非常背後 這種心情 大家一起來到縣府前面 希望喚起王惠美縣長的重視 請一下秘書長 還是有沒有縣府 比較高層的人到現場 不要每次出事了 這次喬友案 只能一直拿消防員出來擋 把消防員推在前面 現在民眾到縣府前面 希望把聲音傳達給王縣長 讓我們辛苦的警察同仁 竟然這麼大陣仗站在這裡 其實這些事情根本不會發生 這也不需要發生 很簡單 王縣長秘書長隨便一個人來這裡 聽聽家屬的聲音 浪費大家時間浪費上這麼熱的天氣 讓警察同仁在這裡臺灣 公開說明會 可以嗎 沒辦法啦 你沒辦法回答啦 殺了我先講事 我把一件帶回去好不好 都懂了 沒辦法 你做一個 我們中華管理大家 在有要跟他說一個話 要叫我們那個警察 聽到這裡就能夠動嗎 我猜你 我們消防員做到那一年 要做到秘書 我現在在年月 這樣繞繞繞都 人家管理大家 都沒有啦 你輩子都在為小房 我為小房 我為意見 警察的名望也有 我已經都做幾十年了 你有沒有 你像這樣結束 我現在對照到秘書 到秘書 很幸福 我都做一個 南京管理大家 那些社會家 做自動要做什麼 我也參加了 我現在都不知道 你們活掉到底是怎麼的 你們總要告訴我們 他到底是怎麼起活的 我兒子到底是怎麼死的 為什麼他逃不出來 別人就逃得出來 建築的問題 防疫旅館的問題 你們到處說一個 你們兩個月就會出來 現在快要兩個月 因為送地檢署 那個火叫報告書 也送地檢署 我問你們 你們火叫不出來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兒子到現在 我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怎麼死的 因為檢討他 包括這個部分不能 小房居民主 你不用再講我 民主現在現好四人 在這裡 你讓他來承諾嗎 這場不公開 可是我們家屬呢 你要 你讓我們家屬 我們都知道 那個心很痛 我們都知道 我養了生死幾年 我家屬哥一句 媽媽我花 不能呼吸就沒人 你們告訴我 我要去找誰 我們死幾個 那都媽媽的心態 你們告訴我 我要去找誰 你們現在大陸 不是 要把他養死的 這個東西 很清楚 可以交代 我們說 這個 這一定是 空心 七七四六年都做完了 家長放心 好了 一輩子就放心 就這樣一句話 你們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給我們真相 要告訴我 我 又要找別人 他當初去我家 他當初去我家 說一個月就下來 他當初去我家 說火掉最慢 一個月出來 可是到現在已經 一個多月 快要兩個月 火掉還沒出來 我問你們 我們連要申請一個什麼 職災都不可以 職災都不承認 我問你們 他那個火掉不出來 他說他不是職災 你們縣府告訴我 我兒子是因為出差 去住旅館 他上車在裡面 你們縣府居然說 他那個不算職災 還要再審核 審核還有你們的火掉 你們的火掉到現在 都不給我們 我們怎麼知道 他到底是怎麼死的 你要問 我問你們 這個是防疫旅館 這個是防疫旅館 是國家級的 那是國家級的 這樣認定這個部門 我們就做一個協助方式去處理 你們都沒有在處理 處理上去提檢署 當然有一部份 一部份可以 事先幫你們 不然不然 你看局處的過說明 你看局處的說明 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 你有召開跨局處的說明 開會通知 家屬沒有收到 來這個會議在哪裡 這個會議在哪裡 我召開跨局處的公共安全的 一個經濟的會議 家屬不用拆嗎 他不可以活 我現在到底要去找誰 找誰跟我 跟我說我兒子到底是怎麼死的 你要告訴我 秘書可不可以承諾 什麼時候要召開對這些家屬 跨局處的說明會 什麼時候 會抵這個調查整個地檢圖 一個放到馬上 行政調查 歸行政調查 你跟我說他們調查要多久 目前已經送到地檢圖去 還要多久 你告訴一個沒有兒子的媽媽 都還要多久才知道她兒子怎麼了 我到目前為止都還在想說我兒子到底是怎麼死的 你們告訴我 你們一個吞一個 大家都是有父母有兒子的 到底是防疫旅館的錯 還是你們幸福消防隊員那邊的問題 要告訴我 可以嗎 秘書給個時程 什麼時候要援你出來 什麼時候召開 現場給個時程 沒辦法確定什麼時候召開 什麼時候援你出來 給這些家屬交代 要或不要開 什麼時候可以給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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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們 等到那個就是 對 本來我們的資料一樣 他就 他也很快 很快 用好 我們就不要上 可以公布 司法調查規司法調查 行政調查 你有立地方自治的權利 不對 但是就是 這個時間要讓我們 我們資料 一個多久了 一個多久了 已經快要兩個月了 已經快要兩個月了 還要多久了 我們都是 也都是有小孩 你們都知道 養一個小孩要有多辛苦 你知道嗎 要多久 我一個兒子30幾歲 他為了要打拼 他為了要工作 所以 出國 回來要住防疫旅館 你們縣府 又沒有第二間旅館 可以給他們選 就讓他選那一間 他還差一天 他差不兩天 大家要回家了 可是他到現在 都還回不了家 你知道嗎 你們到底誰要給我真相 告訴我 告訴我 告訴我我兒子 到底是怎麼了 你會幫我跟現場說嗎 告訴他 密書什麼時候 我想要一個真相 好不好 密書什麼時候 我想要一個真相 你要讓他知道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我兒子 到底是怎麼沒人 他一通電話就說 媽 我看不到婚姓了 你們 拜託你們 你們告訴我真相好不好 告訴我 一定會把真相跟你說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請問你知道這哪一個家屬嗎 他就最後一天那個 公益旅館的時間到了 就差一天哪 哪一個家屬 哪一個家屬 你們都不知道 你們那天的時間到 他在這裏 是小便 還能承擔 他? 你啊 會嗎